哈囉大家好 我是四格林 繼上一期介紹到Seventeen從出道以來回歸總是遇到當時的大事 導致一位數量並沒有想像中的多 幸好時期沒有倒下自己成為了大事 而其中Twice就是這條路上的大魔王 兩個組合又如命運般的關係總是同時回歸 而他們的相似之處也不少 都是透過公司的選秀節目在2015年出道 專輯累計銷量都超過1000萬 她也是更是歷代女團中累計銷量第一名獲得最多一位的 更是第一個在日本舉辦巨彈巡演的韓國女團 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全員續約成為JYP第一組全員續約的女團 這對Once來說已經是最棒的禮物了 日本小分隊Misamo也確定7月26日出道 光看到預告就已經等不及了 還有快半年 各位可以先存錢了 TWICE作為韓流白皮書官方認證的第三代K-pop女團 人氣和歌曲的傳唱度不用多說 在當時音緣好銷量好熱度高 也是擁有最多破譯MV的女團 但這也代表著她們回歸次數多 相信Twice的死亡行程已經不是新聞了 尤其常年日韓兩國平均一年回歸五六次 再加上各種綜藝和廣告 成員的狀態是肉眼可見的疲憊 也為日後大家的健康紅燈埋下了伏筆 雖然很累 但是從出道以來就有無數的工作人員和藝人 稱讚過她們待人謙虛好相處 每個人的個性都沒有在爆紅後就改變了 同樣用真實的自己對待粉絲和幕後 現在Twice進入穩定期沒有過往那種大爆火的人氣 這也是一個團體的必經之路 況且她們已經達到過女團的巔峰 現在只希望成員們都能健健康康的活動 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看似爆紅且一路順遂的Twice 事實上並沒有想像中的順利 Twice在出道前 JYP本來是在策劃一個六人女團CXMix 並且是以王牌練習生納連為中心規劃的 預備成員裝還有製校和定員 但因為一些變故出道計畫取消了 這也讓8歲就在JYP當練習生的製校非常沮喪 且有著很大的壓力 不過幸好在一年後選拔JYP新女團的節目 16 失效以現場投票第4名的成績 順利與Twice隊長出道 而原本同為6Mix的預備成員 納連和定員 也拿下了現場投票的1、2名 再加上Sana、Mina、多賢、彩英 原定的7人組合就此確定 而JYP表示子瑜是實力增長最多的 而MOMO的舞蹈實力能補足其他成員 且對只選擇7名成員感到遺憾 決定再增加2名成員將子瑜MOMO加入團體 現在看來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但當時引起了熱議並有內定的傳言 3個月過後 2015年10月20號TWICE正式出道 出道曲Like UR 有著非常青春洋溢的氣息 展現了他們的活潑魅力 不過因緣並不理想 發行時在MATAM排行榜第98位差點跌出百大 而因為JYP出品的女團因緣都很強 一直上電台節目時被主持人問到 是否已經拿到一位而尷尬 TWICE出道的時間正是JYP的黑暗期 公司當時只靠著2PM和秀智的收入史稱 16是深夜播出的節目收視其實並不好 後來打歌期結束 靠他們在寒冷的冬天勤跑無數校園活動 這些活動並非上演 基本都是沒有收入的 對他們來說 哪怕只有一人申請也要去 因為不斷地在各大學校表演 和學生們拉近距離 才慢慢音樂逆襲衝到了前10名 2016年1月集生MATAM排行榜的前5名 又被召回音樂節目打歌 成為繼EXID後第二組 因為音樂逆襲而重返音樂節目打歌的團體 打歌舞台因為納蓮和MINA的雙人鏡頭 以JYP新人女組和韓日之戰為標題 在各大論壇中獲得很好的反應 3月出道區打破紀錄成為 史上最多觀看次數的出道MV 4月25日抓緊熱度 第二張迷你專輯主打歌的Chair Up回歸 這次僅發布兩個半小時就攻頂各大音源榜榜首 達成首個OQ 連續5周成為MATAM冠軍歌曲 更連續17周在前10名 成為女團最佳紀錄 專輯銷量接近18萬張 比出道專輯多了10萬張 更拿下11個1位 在11月時寫下韓國組合MV最快打1億觀看數紀錄 集中SANA的ShireShireShire更是有如病毒般 引起了模仿熱潮 歌曲也受到大量Cover 11月發行Mini 3集主打歌TT 這次銷量再度翻倍達到35萬張 TT首飾再度帶來熱潮 並拿下至今以來最多的13個1位 最後一個還是在17年初的Music Bank逆襲拿下的 2016年真的是TWICE大豐收的一年 連三首歌曲大爆Chair Up拿下來年榜第一 年底大獎也拿到手軟 TWICE的全勝旗也就此展開 而這裡不得不讚嘆幕後宮城黑眼必勝 連三首歌曲都是由他們製作 真的是大式歌曲製造機 而他們製作的女團Stacy在2月14日回歸 現場實力很好 大家也多多支持啦 TWICE會爆紅真的不意外 除了歌曲洗腦 重點舞蹈簡單有記憶點外 頻繁開直播拉近距離感 在綜藝中不計形象創造很多話題 也讓國民度提升站穩地位 而Once與TWICE有著粉絲們 只要給予一次的愛 我們就會以兩倍的愛去報答大家 事實上TWICE也真的做到了 他們是出了名的蟲粉 私下人品更是大受好評 粉絲地信會直接收下 看見粉絲跌倒也會馬上去攙扶 私下更是在忙碌的行程中 抽空做志工捐款捐物資等等 其中Mina更是簽署了器官捐贈 還和自銷支援毛帽給早產兒寶寶當禮物 TWICE是三四代團中開啟 真實的一面面對粉絲的團體 並沒有什麼所謂的人設 來到了2017年 TWICE進入了恐怖的超高速回歸 並宣布開啟七場的首次巡迴演唱會 2月先以特別專輯的主打歌 NuckNuck開啟新的一年 我個人覺得這首歌非常耐聽 到現在還是會想找來聽 MV也是非常可愛 特別喜歡他們那種玩在一起的活潑感 5月第四張迷你專輯主打歌Signal 由ZYP本人擔任總製作人 首次親自操刀的主打歌曲 歌曲也有別於過去的色彩 這首歌整體來說蠻劣奇的 那時候很怕ZYP的實驗精神把TWICE給玩壞了 不過幸好音源表現還是很好 也拿下了12個一位 證明那時候TWICE真的擋不住 也是這時開始讓成員嘗試整首歌的作詞 6月底在日本出道並登上Mute Station表演 專輯總銷量達到32萬張 成為首個韓團獲得日本協會白金唱片認證 10月再度於日本回歸 也再度獲得白金唱片認證 10月底以首張韓文正規專輯 再度由黑眼必勝製作主打歌Like It回歸 Like It在人氣歌謠拿下了三連霸 創下了從Challoc連續五首三連霸的紀錄 歌曲發布了隔天獲得韓國大眾文化藝術賞得主 與BTS成為第三代K-pop代表 開啟了第三代K-pop的時代 11月日本NHK官方公布 TWICE將成為2011年後繼Color少女時代東方神起 出演NHK紅白歌合戰的組合 證明了在日本的火爆人氣 12月再度回歸主打歌Heart Shaker 在寒冷的冬天帶來一絲暖意 MV場景簡單服裝也只有兩套 但是畫繁威劍的風格反而更加吸引人 充滿國資感的青春氣息 又感覺逐漸邁向成熟 就像副歌歌詞一樣 認為很奇怪我也沒辦法 我被迷住了真的是Heart Shaker 這年四次回歸在各大音樂節目總共獲得36個一位 在日本OLICON年榜拿下藝人總銷售、單曲銷售及專輯銷售的新人部門三冠王 也是史上首次海外女組合在新人組包覽三冠王 2018年2月就再度回歸日本三度獲得白金認證 並展開二旬從5月到8月底 4月發行迷你舞集主打歌WISE LOVE再度帶來熱潮 一個小時就攻佔姻緣一位 同時63,000多人收聽、刷新自身紀錄 MV利用成員Coast電影人物 使人物和自身產生交錯變化 影射觀影者在觀影時產生的強烈共鳴帶入自我 算是近期最用心的歌曲和MV也再度拿下12個一位 5月又回歸日本 7月以特別專輯主打歌Dance The Night Away回歸 這次TWICE自出道以來首次的夏日回歸 音樂成績同樣非常優秀 這首歌真的非常洗腦 真的只要聽一次腦中就會冒出 If you wanna have some fun 這次拿下10個一位在夏日大戰取得很好的成績 9月又回歸日本發行首張日語正規專輯 成為第一個連續獲得五張白金銷量的韓團 11月迷你六集主打歌Yes or Yes 再度創造COVER熱潮 音樂成績同樣的韓團 不過1718年的平凡回歸 帶來了大量熱度也帶來了不少黑粉 專輯質量稱之不齊MV過於簡陋 公司被劈吃相難看 歌曲也被潮濕口水歌 但是不管黑粉怎麼說 TWICE給人的感覺就是 無論你怎麼詆毀我 我都帶著活力和笑容在台上散播能量 TWICE的歌真的不管什麼時候聽都會瞬間充滿能量 在忙碌和心累的時候為你帶來愉悅和活力 12月TWICE首部演唱會電影TWICE Land正式上映 並發行特別專輯主打歌為The Best Thing I Ever Did 這次並沒有進行宣傳是年末聖誕節帶給粉絲的禮物 這年在媽媽拿下多個獎項 並連續三年榮獲年度歌曲大賞 成為第一個連續三年摘下媽媽年度歌曲獎的歌手 2019年3月第二張日文精選集 第二度拿下了三冠王 並開啟了巨蛋巡演 成為首個彈巡的韓國女團 4月迷你7集主打歌Fancy再度有黑眼必勝製作 這次TWICE首次轉型 而此次的轉型是成員們要求的 在預告一出的時候其實非常擔心 雖然知道不可能一直走走青春路線 但要不流失自身特色又提供新鮮感非常困難 這次的回歸我覺得成效非常好 在可愛性感和Girl Crush間互相切換 在改變風格的同時保有先前的特色 在專業評價中被認為 TWICE用這張迷你專輯改變了他們的劇本 告示牌將專輯評為2010年間最好的25張專輯之一 首周銷量15萬張刷新上個月才以13萬張創紀錄的Eyes 1 也成為他們最快破譯的MV 種種成績都展示TWICE這次的轉型是非常成功的 5月展開視訊 但期間Mina因身體不適暫停活動 在舞台上會感到極度緊張和不安 之後確定是焦慮症 9月以Feel Special回歸 Mina雖然參與了MV但不會參與打歌 這首歌也是我覺得最適合TWICE的歌曲 MV也隱含了非常多成員面臨到的狀況 歌詞非常溫暖 副歌唱到無論這個世界怎麼打擊我 即使被各種話語不斷刺痛 只要你在我就能重拾笑容 這首歌對成員和粉絲來說意義重大 正連因為SANA的平成事件遭到非常嚴重的網爆 在活動中能看到這件事影響她非常生並畏懼鏡頭 還有每一段成員唱出自己面臨到的狀況 不論是旋律還是歌詞都毫無疑問是至今最棒的 2020年初JYP和聯中唱片簽約將支援TWICE在美國的活動 那該死的美國夢想到就令人害怕 第三次世界日本金唱片獎TWICE獲得了亞洲主人年度專輯獎 4月29日發行的第一部紀錄片TWICE抓住星光 講述了他們在2019年第一次世界巡迴演唱會中所經歷的掙扎和壓力 6月發行的迷你9集主打歌More and More 這次又展現了不一樣的風格 從歌曲概念到舞台設計都是全新的 雖然大膽但整體風格算是結合得很好輕快明亮 波西米亞風也很新穎然後又再次被Mina暴擊了 10月發行正規2集主打歌I Can't Stop Me 這首歌在我心中和Feel Special並列第一 和小女友的Margo兩首復古風真的太對我的胃口了 而且這次Cody終於上線了 從Fancy之後就維持著舞蹈難度 也能看出TWICE不斷在嘗試各種風格 粉絲群也正在換血中 但很可惜的是定言因為恐慌症和心理焦慮症不會參與回歸 12月日韓專輯總銷量突破1000萬成為女團第一 長年日韓兩地多次回歸真的非常不容易 而這年在Mama驚喜公開本來會成為主打歌的Cry For Me 成為TWICE送給粉絲的禮物 這首歌的黑暗併交感真的是一絕 人氣也很高雖然成為汽曲 但質量很高舞蹈也維持高水準 2021年6月迷你10集主打歌Alcohol Free 帶來了夏日熱帶風相較於之前整首歌叫平淡 這首歌的發行我覺得比較像是在為美國形式水溫 雖然MV舞台都很好看但就是沒什麼感覺 而定言8月再次因恐慌和心理焦慮暫停所有活動 10月TWICE首支英文單曲的Fuse發行 洗腦的副歌搭配Fun和Discopop 讓TWICE保持的元氣雖然整體不算驚豔 但卻非常對我胃口 JYP第二次的美國形略顯保守了 一個月後就發行正規3集主打歌Scientist 銷量載入刷新自身紀錄達到80萬張 但是因緣嚴重下滑 不斷嘗試不同風格 雖然讓大家看見他們的多樣性 但也導致流失不少粉絲和聽眾 這次專輯感覺JYP有點想轉型回來 導致風格不上不下 雖然不到失望但也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不過專輯還是在各大樂評獲得不錯的成績 並在聖誕夜開啟第四次視訊 2022年2月TWICE在Spotify串流總量達到40億 成為最短時間達到此成績的韓國藝人 6月那年SOLO出道主打歌為POP 那年SOLO的成績非常好 成為首位進入Build Bro200專輯榜前10的韓國SOLO歌手 銷量也超過50萬張 而換手式的舞蹈更是驚奇大量的Challenge 這首歌真的非常適合她 會被碩視像TWICE的歌曲讓她自己唱 但是那年本來就是TWICE的元氣代表 所以是企劃本身去貼合那年 而不是反過來 7月12日TWICE全員續約 成為JYP第一組全員續約的女團 8月發行MINI11集主打歌TALK NET TALK 續約後的首次回歸成為了他們手上破百萬的專輯 這次風格也感覺久違的有陽間曲的感覺 底層的重拍隨著副歌的到來不斷增強 到副歌一次爆發 整個氛圍感拉滿 在現在各種前衛風格的環境下選擇了常見的歌曲節奏還帶來了很多驚喜 1月20日發行英文先行曲Moonlight Sunrise 歌曲雖然平淡不過旋律樂耳輕鬆浪漫 電言真的瘦了很多 這過程真的很辛苦 因為生病吃藥變胖受到各種嘲諷 依然站在舞台上非常勇敢 只希望他能健健康康的 Twice出道不是一炮而紅 他們不怕苦 傳聞哪怕只有一位觀眾要求看Twice 或是室外舞台正在下雨 他們也會照樣全體到場表演 為了抓住任何讓大眾認識他們的機會 他們回憶出道時的辛酸及狀況也十分感慨 那連說室外下著雨完成表演坐車離開 但中途在車上大家人是濕著身體的狀態 Sana在節目中才能睡著 因為當時根本沒時間睡覺 會有之後如此成功的成績 真的得來不易 Twice作為JYP最困難的時候推出的團體 從彼此競爭的生存節目中脫穎而出 在三代女團激烈的競爭下登頂成為代表 經歷出道曲的低潮和逆行 也經歷過年負一年的魔鬼行程 在多次的轉型下保持了初心為大家帶來能量 就跟女孩為了團體為了粉絲選擇繼續走下去 3月10日將以迷你12集回歸 7月日本小分隊出道 有過巔峰 現在只希望Twice在台上能夠快樂幸福的演出 祝福他們能有更美好的未來並健康的活動者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影片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想知道更多關於偶像的故事 歡迎點擊主頁觀看 我是四格林 謝謝大家 拜拜